在零零种种的效果器里面 如果把人马和TS这一类传奇效果器放在同一个高度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说起人马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今天人马又涨了多少啊 不得不说这个金发大洋马 还有银发大洋马的价格 已经原地升天直接射爆 甚至连后来量产的红发大洋马 都已经成了不是人人都能骑得上的主了 在它一千多年 钱快就能够带初衷的年代 我没有选择它 每每想起来 我的拳头都帮硬帮硬 如果我当初下定决心卖屁股买人马的话 大概现在我已经装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了 让我这种垃圾老行要体验大洋马带来的快感 现在就只能把不关瞄准国内一众的致敬 或者复刻单快了 于是前段时间在我脑表的帮助下 我就入手了Mosky的这个Golden Horse 明明国内还有好几款的复刻人马 为什么我专门就要买Mosky呢 是因为它介绍说的完全复刻使用发烧级IC电容之类的吗 不不不不 是因为二手里面它几乎是最便宜的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个复刻的人马 到底有没有马位 我买这个人马的初衷 就是想推一下这个箱头 我就大概调节一下我自己常用的参数 银色咱们就稍微停一下吧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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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让我想起那个让我见过不少四面的好大哥 他说那会原版的金马还只需要一万出头的时候 我一好大哥找他老表海淘了一块原版的金马 那时候的我别说一万块的效果器 连一万块的现金都没有摸过 当然是要去看一下这个大洋马的风韵啦 当时大哥把人马当着推子插入他的B1100里面 经过一方的吹谈绿色以后 我心里面只有一个疑问 这人马是不是坏啦 然后大哥换了一个很牛逼的轻音箱头 对人马进行一顿抽抽叉叉以后 再进行一番演示 我心里面人呀放起一个疑问 这个人马是不是坏啦 大哥不会被人骗了吧 这时候大哥心满意就都问到 呃没呀 我这大洋马是不是很爽啊 面对大哥出于零文的拷问 我忍不住反问一句 这人马是不是有问题啊 怎么感觉没差别啊 以后经过大哥对人马一顿的抽抽叉叉 言传心叫 我也就大概记住了 他做推子的好处就是阴阳少 对箱子本位保留的非常好 而且很自然 原话可能不是这样 但大概有这个意思吧 所以当时的我对人马是真的不感兴趣 甚至还觉得你他妈捅进去跟没捅一样 你是不是有个加拿大回来的结拜兄弟姓吴丹 现在的好大哥已经把原版的人马给卖了 我也对比过来这个复刻人马是不是原版的那位 看到网上一些大哥对原版人马的测评以及介绍 我感觉这个复刻马的音色方向也算是没走偏吧 而他原本的过载音色咱们也稍微听一下吧 Monsky这个牌子目前看它们的产品还是以巴一些经典的效果去复刻为主 像这个压缩大概也是巴凯里的那个吧 用起来的话也就还行 反正就是一些廉价的替代品吧 垃圾脑或者学生档什么的 确实想要试一下的话 买那么一点块回来感受一下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哦 我以前国内做这种廉价复刻效果系的厂家其实也有那么几家 但是本质来说我感觉都差不多 都是通过以前流出的原版电路图去反向复刻 普通的牌子复刻桶一个单块会不会有音色上巨大的差别 这一点我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我在无聊也不会去搞这种横线的对比 像这种复刻块有那么一个用者 能斩够前来上原版或者说是上一个口碑不修的复刻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太上头哦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还有三连哦 我会持续更新各种相关的视频 拜拜